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他说的话正是你想要表达的 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他的回答 他说 由于中国和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多合作 所以对我来说 学习中文不仅可以帮助我开阔引进 而且我相信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掌握中文将给我未来的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 他的这段话不仅用词准确 意思清楚 而且结构非常的完整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他的这段话 来分析一下有哪些词语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由于中国和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多合作 朋友们肯定看到了第一个词 由于 由于其实就是指因为 但是因为这个词呢 一般用在口语表达中 比如我见到你了 我问今天你怎么没上班啊 你可以说因为我今天生病了 或者因为我们今天放假 但如果你现在想发一封邮件给你的老板解释 你为什么今天没去开会 或者你今天为什么没去上班 你想表达的正式一点 你就会说由于我今天生病了 所以我没去上班 你发现了当我们用由于的时候 可能是书面语 也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比如别人采访你的时候 好了 由于中国和我们国家 在经济上有很多合作 第二个词大家都明白 我们国家 但是我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这么说 比如我的公司 或者我的国家 或者我的什么什么 这和中文表达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如果你所描述的这个机构 或者这个团体 不是你一个人 那么中文里我们经常说 我们 比如这是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 这是我们公司的邮箱 由于公司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有集体构成的 所以我会说我们公司 国家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 在中文里我们一般说 我们国家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概念 就是我们家 我请你来我们家吃饭 由于这个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人们会经常习惯说 我们家来我们家 包括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听到我这么说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将帮助大家解决 有的朋友就问了 邀老师 明明是你一个人在拍视频 为什么要说我们呢 很奇怪 原因就是 你所看到的每一个视频 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还有幕后的团队 要完成很多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下意识的 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说了 我们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我们继续向下 由于中国和我们国家 有很多合作 但是呢 是什么样的合作呢 在经济上有很多合作 所以你可以把 在什么什么上 这里替换掉 比如我们在教育领域 有很多合作 你也可以说 我们在商业领域 有很多合作 在经济上有很多合作 其实就是指 在经济这个领域 有很多合作 后半句 所以对我来说 学习中文不仅可以什么什么 而且什么什么 当你想要表达观点 尤其是你个人的观点 人们经常会说这句话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学习中文不仅可以 帮助我 开阔眼界 朋友们可能会问 开阔眼界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开阔眼界 其实就是指 打开你的视野 但是这个视野 并不是真的你看到的 人车 不是你真正看到的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当我们只了解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文化 那么当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固有的思维 是我们最熟悉的思考方式 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 获取信息的方式 但是当你学习了外语之后呢 你发现可以开阔眼界 因为你获得了一种新的信息工具 不同的语言 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可能是不一样的 传递的信息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位朋友的观点 学习外语可以帮助我们 开阔眼界 大家也可以试着做做这个动作 用这个动作帮助你 记住这个词 学习外语可以什么 可以帮助我 开阔眼界 开阔就是打开的意思 好我们再看后半句 这句话比较长 但是我们要先从最主要的信息 开始解读 而且我相信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越来越高 掌握中文给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带来新的机会 后半句最重要的信息是 学中文或者掌握中文 给我带来机会 带来什么机会 带来哪方面的机会 他说掌握中文将给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就是我将来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我将来是否能够找到好工作 是否能够获得高收入的职位 将给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带来新的机会 你肯定会问 可是廖老师这句话前半句呢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越来越高 我们先来看地位这个词 他要说的是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高 这个地位你可以理解成重要性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他在原句里说的是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 在全球经济这个话题上 在经济这个领域中 重要性越来越高 同时他用到了 随着中国什么什么什么 这里的随着 其实就是指介绍一个大的背景 随着什么什么 就是指 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越来越高的时候 在这个大背景下 他相信掌握中文 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 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梳理 第一 我给大家解释了 什么时候用因为 什么时候用鱿鱼 当你发邮件的时候 或者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人们经常会用鱿鱼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关于因为的发音 因为的官方注音是 因为四声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发音 很多时候是因为 因为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以如果你不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混乱的现象 请你想一想你自己的语言 在你们的官方课本上 某个词汇的注音是怎么样的 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发音一样吗 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语言灵活性的真实现象 下一个词 我们学到了我们国家 只要是一个大的集体 不是你一个人 在中文里 人们经常说我们 我们国家 我们家 我们公司 我们班 我们团队 用的都是我们 下一个 在什么什么上 有很多合作 如果你们公司和其他公司 或者你们的团体 和另外一个团体 有合作 你想更具体的描述 这个合作是在哪个方面 你可以说我们在什么什么方面 有合作 我们在什么什么领域 有合作 下一个 当我们表达观点的时候 经常会说 对我来说 就是强调 我所说的观点 是针对我个人的想法 不是其他人的 我不代表其他人 对我来说 下一个 开阔眼界 什么事情可以帮你 开阔眼界 比如旅行 可以帮助一个人 开阔眼界 认识新朋友 阅读 还有学习外语 都可以帮助一个人 开阔眼界 如果你学了这么多年的中文 你认为你的眼界开阔了吗 对我来说 我要学习的外语 是英语和法语 所以法语和英语 对我来说 是我认识世界的 另外一个窗口 这两门外语 也帮助我 开阔了眼界 接下来说到的是地位 什么什么的地位 越来越高 如果某个人 在你们公司的地位 越来越高 说明他在你们公司的职位 越来越高 而且重要性 也越来越高 下一个 随着什么什么什么 当我们用随着来引出一个句子的时候呢 这句话很少在生活当中听到 通常是你要表达一个观点 你想介绍一个大的背景 比如随着全球环境逐渐恶化 再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介绍一个大的背景 就可以用到这个句型 最后一个表达 带来新的机会 什么带来新的机会 学习中文 给我的职业发展 给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带来新的机会 不要忘了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ebook 我们已经帮你总结出了今天用到的关键词汇核心句型 把今天学到的全部变成你自己的 有朋友提问 廖老师 工作经验和工作经历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 你要明白 你的经历不总是你的经验 经验强调的是技能 比如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中文老师 而经历强调的是过程 比如有些是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明白 我有做销售的工作经历 我在销售岗位上做过一个月 有这个过程 但是我没有很多销售的工作经验 才做了一个月 销售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多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 你有经历不等于你有经验 第二 经历这个词可以做动词 但是经验不可以 比如我爷爷经历过世界大战 经历在这里做动词 我爷爷经历过世界大战 他经历了三次婚姻 我在这家公司经历了 我事业发展最艰难的几年 在刚才的三个例子里 经历都是做动词 第三 经验和经历都可以做名词 比如 我刚工作不久 只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我在服装行业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以我的工作经验来看 这事儿并不难 你的这段工作经历 跟别人讲过吗 我真的不想 总是回忆那些伤心的经历 在刚才的五个例子里 经验和经历都是名词 最后 面试时 如果你想强调你的知识和技能 你就用经验 但如果你想强调工作的过程 就用经历这个词 我来给你个例子 比如面试官问你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 在你过往的工作经历中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是应聘者 你可以回答 我大学一毕业就去了上海 2008年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 后来我又跳槽去了一家香港公司 做网页设计师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什么什么 我在这里省略 直到2014年 我决定回国发展 在中国的这段工作经历 决定了我后来的职业发展走向 第二个例子 面试官问 请你介绍一下 你在销售方面的经验 你是应聘者 你说 从2008年到2019年 我一直在一家跨国公司 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我累积了大量的销售经验 比如 如何向客户介绍产品 如何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 推广产品等等 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 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通常我们要依赖其他人 和他人一起合作 才能实现一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是 沟通问题 请你想一想 在你的工作中 你最反感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反感这种沟通方式呢 比如 你觉得有的人的沟通方式太直接了 没有给你留任何的情面 不给你留面子 让你很尴尬 又或者呢 有的人 他的沟通方式很低效 总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 除了沟通方面 容易在工作中引发冲突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每个人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 你可能是一个特别注重目标的人 你认为工作实现了目标 才算真的完成了 而有的人呢 非常注重工作流程 他认为 好的工作流程 才能够更高效地实现目标 而有的人非常注重细节 他们不管目标 也不管流程 只看重某个细节是对还是错 如果不修改过来 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所以请你想一想 你在工作中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工作者呢 你是完美型 或是注重流程 又或者非常看重目标的人呢 当我们参加面试的时候 经常会被面试官问到这个问题 你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最大的优点是守时 我从不迟到 有的人会说 我最大的优点是工作 努力 很努力的工作 但其实 面试官很可能在等你说这句话 他们想找的是 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的人 协作其实就是合作的意思 一个具有团队协作能力的人 说明他能够和大家一起共事 在一个团队里面 和其他成员 共同完成一个目标 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团队 同事们不是来自同一个部门 而是来自不同的部门 为了一个项目而在一起工作 那么你就可以说 我具有跨团队协作的经验 跨表示跨越 来自不同部门 我具有跨团队协作能力的经验 当然你也可以把经验换成能力 我具有跨团队协作的能力 如果面试官希望你展开说一说 你的团队协作能力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请大家记得 这四个方面 我会用肢体动作来帮助你记忆 第一 我具有很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沟通表达就是指 我可以听懂对方的需求 对方所表达的意思 我也可以清楚地表达 我想说的内容 第二 我善于协助团队中的成员完成工作任务 我协助他人 也就是帮助其他人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 实现他们的目标 第三 我还会尽最大努力推进项目的进行 让项目按照原有的计划向前进行 实现最终的目标 第四 我非常明确自己在团队中的职责 还有扮演的角色 我一个一个来解释 明确什么就是表示我非常清楚 我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 说明我知道我应该完成什么任务 什么是我的责任所在 我非常明确我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 角色这个词本来应该是在电影里 或者戏剧里出现的 但是这里团队的角色 通常是根据某个人的性格 他做事情的方式 他为团队带来的价值 而做出的大致的分类 比如有的人在团队中的角色是领导者 他所贡献的是领导力 有的人在团队中的角色是协调者 协调矛盾 帮助大家促进整个团队的沟通交流和合作 第三种常见的角色是执行者 就是真正做事情的人 让所有的计划真正发生真正落实的那个人 执行者 所以在团队中我们不仅要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 还要明确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 如果你在团队中是领导者协调者还是执行者呢 怎么样用中文正式的约某个人见个面 请你注意我用到了正式的这个词 也就是说当你和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见面的时候 今天的句型你是用不到的 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正式的约某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今天的六句话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假设我要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要给他发个信息 那我会说 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见个面 请注意这个句型 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干什么 见个面 你也可以具体一点 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谈一下我工作上的事情 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谈一下合同的事情 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谈一下项目的事情 如果这个人非常的忙 而且很难约 你可以加上这句话 我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五到十分钟就够了 我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就是指我们见面的时间不会很长 您放心 我再说一遍 我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五到十分钟就够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已经收到了他的回信 我们继续向下 你要问他在哪里见面 对吗 你可以说 我们在咖啡厅见面可以吗 或者我们在公司的一号会议室 见面可以吗 确定完了时间和地点 我们再来说一说材料这个词 正式的会面 有可能需要一些文件 我们把这些文件叫做材料 你可以问 我需要带什么材料吗 就是指我需要带什么文件吗 你也可以主动提出 我会带上合同相关的材料 我会带上项目相关的材料 什么什么相关的就是指和什么什么有关系 项目相关的和项目相关的 短一点我们用相关的这个词 我会带上项目相关的材料 我会带上合同相关的材料 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说好了时间地点 还有带的材料 在对话的最后 你最好是做一个确认 你可以这么说 我跟您确认一下 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个星期一 早上九点 见面的地点是 一号会议室 这次见面的主要内容 是有关合同条款的事情 另外我会带上合同相关的材料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六个句型 在视频的最后 我来帮大家复习一遍 假设你叫迈克 我再给你发短信 迈克您好 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谈一下合同的事情 我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10到20分钟就够了 我们在咖啡厅见面可以吗 我需要带什么材料吗 我跟您确认一下 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个星期一 早上九点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 这次见面的主要内容 是有关合同的事情 另外我会带上合同相关的材料 在工作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提出这个动作 提出什么 比如提出想法 提出建议 提出意见 提出观点 大家可能会说 提出这个词怎么这么麻烦 有这么多种搭配 应该怎么区分呢 我们来给大家一些例子 比如在会议上 老板可能会对大家说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 尽管提出来 就是不要犹豫 要大胆地说出来 提出想法 其实就是说出你的想法 意见和建议 这两个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意见指的是一个人的想法 一个人的观点 但是建议 通常是为了提高什么 为了改善什么 而提出的改进的办法 建议 推荐和建议 这两个词 有什么区别 应该怎么使用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个场景 比如 你最近发现 一家中餐厅特别好吃 于是 你就想告诉你的朋友 这时 我们会用到 推荐这个词 你可以说 我给你推荐一家餐厅 特别好吃 你真的应该去尝尝 这里有一个句型 我给你推荐 一个什么什么 但是要注意 中文的量词 可能会根据名词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 比如 餐厅 我们一般说 一家餐厅 两家餐厅 我给你推荐 一家餐厅 当然 非正式的表达 甚至可以把一省掉 我给你 推荐个餐厅 书 我们一般说 一本书 两本书 造个句子 我给你 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 特别有意思 当然 你也可以 把它变短一点 我给你 推荐本书 好电影 我给你 推荐一部 好电影 变短一点 我给你 推荐个电影 特别好看 总之 就是把 你认为 好的 有价值的信息 分享给别人 比如 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请你 对你的朋友说 我跟你 推荐一个 特别好的 中文学习频道 如果你真的 这么做了 我要提前 谢谢你 细心的朋友 可能发现 我刚才用了 跟这个字 我跟你 推荐个 中文频道 和 我给你 推荐个 中文频道 这两个表达的意思 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回到 餐厅这个场景 假设 我刚刚给你 推荐了一家餐厅 但是 我对你说 我建议你 最好提前预定 不要直接去 因为 这家餐厅 常常爆满 没有空位 请大家注意 这里的巨型 我们经常会说 我建议你 最好干什么 或者 我建议你 最好 不要干什么 我们用这样的剧情 表达自己的想法 提醒朋友 帮他们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比如 我看到 有的朋友 非常努力地 学习中文 但是 他们 习惯把每一个词 翻译成英语 又或者 把英语的单词 翻译成中文 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这样学习 其实反而更加低效 所以 我就忍不住地 想给他们 提出一些建议 我会说 我建议你 最好不要 词对词地翻译 这样学习中文 其实效率 反而不高 你看到了 我刚才 用到了 我建议你 最好 不要干什么 这个句型 有的朋友 可能会说 不让干这个 也不让干那个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又来了 我建议你 最好选择 你感兴趣的话题 而且 是差不多 能听懂 这样的难度 在情景中 逐渐练习你的 听力 理解能力 理解情景 是理解词汇的 第一步 刚才 我们已经学习了 怎么给别人 推荐一个好东西 一个好餐厅 一个好的 中文频道 你也学习了 怎么给别人 提出建议 我们再来看看 怎么样 要求别人 给你推荐 一些好东西 假设 你在餐厅 点餐 但是 你不知道 该点什么 这时 你就可以问服务员 你好 我是第一次 来你们餐厅 不知道哪个菜好吃 你有什么推荐吗 又或者 我不吃辣 也不喜欢油腻的菜 请问 你有什么推荐吗 再比如 假设 你想买照相机 但是 你不知道 应该买哪个品牌的 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刚好 你有个朋友 是摄影师 于是你问他 我想买个照相机 但是 不知道 该买哪个牌子的 你对照相机 比较懂 你有什么推荐吗 你的朋友 会怎么回答呢 他可能会说 我给你 推荐一款照相机 特别好用 而且还不贵 有的朋友 可能会问 那在这里 可不可以用 建议这个词呢 比如 我想买个照相机 但是不知道 该买哪个牌子的 你有什么建议吗 当然可以 如果你问的是建议 你的朋友回答你的问题 他会怎么说呢 他可能会说 我建议你 最好买什么样的照相机 或者 我建议你 最好不要买 什么样的照相机 我来给你 我建议你 最好不要买 太专业 太贵的照相机 因为你是初学者 又或者 我建议你 买A品牌 这个照相机 因为它操作起来 非常简单 所以 当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想得到一个 现成的答案 告诉我 什么是最好的 你就可以说 你有什么推荐吗 但是 如果你想让别人告诉你 怎么样做更好 或者不要干什么 提出一些 他的想法 你就可以问 你有什么建议吗 在课程的最后 我们来帮大家 做一个快速的梳理 推荐和建议 这两个词 最大的不同是 推荐 强调的是 你把你认为好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 比如在餐厅 你可以问服务员 你有什么推荐吗 在商场 你想买东西 你可以问 你有什么推荐吗 如果你想从别人那里 获得有价值的经验 或者有价值的观点 你就可以问 你有什么建议吗 比如 我想提高中文口语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创业开公司 你有什么建议吗 在今天的课程里 我将交给大家 一个非常实用的句型 用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或者提出建议 我们将在四个场景中 练习这个句型 第一个场景 讨论语言学习的方法 如果你问我 什么样的语言学习方法 才是更高效的呢 我可以说 我认为 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应该是用中文 学习中文 而不是用英语 或者你的母语 学习中文 请大家注意 刚才的这句话 当我想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一般会说 我认为什么什么 接下来有一个句型是 应该是什么什么 而不是什么什么 我认为 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应该是用中文 学习中文 而不是用英语 或者你的母语 学习中文 现在请你来练习一下 你认为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才是更高效的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我认为 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应该是 多听 多说 多应用 而不是总在那里 刷HSK考题 刷考题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大量的完成考题 你就可以说 刷考题 请大家套用刚才的句型 来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第二个情景 最近我的朋友辞职了 但是他没敢告诉家人 没敢告诉家人 就是不敢告诉家人的意思 每天他还假装去上班 为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苦恼 他问我 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他在问我的建议 或者问我的观点 我可以说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家人实情 而不是隐瞒 告诉什么人实情 就是指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 隐瞒就是不告诉的意思 请大家注意 这里我替换了一个词 我没有说我认为 我说我觉得 你看我和朋友对话 我要提出观点 或者给他建议 我不希望听上去特别的正式 所以我用我觉得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家人实情 而不是隐瞒 如果你的朋友遇到的困难 想听听你的建议 你就可以说 我觉得你应该什么什么 而不是什么什么 我给你个例子 我不知道 我应不应该和我的男朋友分手 我们两个在一起总是吵架 对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呢 比如 我特别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可是 为了生存 又不得不做下去 我问你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说 我觉得 你应该什么什么 而不是什么什么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练习表达你的观点 第三个情景 关于求职面试的建议 如果你的朋友 下周要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 而且他面试的这家公司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公司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你可以说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 公司对这个职位的期望 和工作要求是什么 而不是仅仅准备 你过去的工作经验 如果我去你的公司应聘 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 第四个场景 给同事建议 假设你们部门来了一个新同事 他没什么工作经验 他明天要去见客户 于是他问你 明天我去见客户 需要提前打个电话吗 你会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我觉得你应该提前给客户打个电话 而不是不打招呼 直接去办公室找他 我再说一遍 我觉得你应该提前给客户打个电话 而不是不打招呼 直接去办公室 不打招呼 就是指不告知的意思 相信通过今天的四个例子 你已经学会怎么样用 我觉得你应该什么什么 而不是什么什么 或者我认为你应该什么什么 而不是什么什么 在工作中 我们难免要向同事 老板或者客户 提出一些请求 但是你知道 这个请求 有可能会让对方不高兴 这时你就会用到 介意这个词 比如你的同事 最讨厌别人 不经过他的同意 就随便用他的东西 可是你现在真的急需一支笔 你可以说 不好意思 你介意我用一下你的笔吗 用完就还给你 你介意什么什么 就是指 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 会让你生气吗 假设 你想和你的同事 调换一下工位 工位是什么意思呢 工位就是指 每个职员办公的区域 就称为工位 在很多公司 每个职员都有一张桌子 这个桌子就是他们的办公区域 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工位 当你提出一个要求 而且你知道 很可能对方会因为这个要求而不高兴 可是你又不得不提 你必须提出来 这时你就可以说 你介意咱们两个调换一下工位吗 再比如你跟客户见面 可是你们在产品的价格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后来你跟他说 您介意 我跟你们经理 见面谈一谈吗 你知道 越过面前的这个客户 去找他的老板 有可能会让他不高兴 但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你必须提出这个要求 您介意 您介意 我跟您的老板 见面谈一谈吗 再比如 你的老板临时决定 今天下午 要约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可是这个约见的时间 和提前安排的另一个会议 时间冲突了 两个时间是一样的 这时你就可以说 您介意 我把今天下午的会议时间 调整到明天下午吗 现在我们把身份调转过来 如果你的同事做了某件事情 他特别害怕你生气 不停地跟你说 哎呦真不好意思 我特别怕你生气 其实你不会生气 这时你就可以说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介意的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介意的 就是指我不会生气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埋怨你的 再比如 面试官问了你一个问题 假设在休假期间 公司要求你临时加班 你会介意吗 有两个选择 你最讨厌的 就是公司占用 个人的休假时间 你可以说 这样的话 我想我是会介意的 我会非常介意 又或者 你真的很想得到这份工作 我想我是不会介意的 只要能够提升公司的业绩 我愿意做出一些个人牺牲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你介意同事跟你调换工位吗 你介意公司在你放假的时候 要求你临时加班吗 同事问你 什么时候你能把报告发给我 如果你不能给他一个准确的时间 你就会用到 可能明天下午两点 大概明天下午两点 或者明天下午两点左右 这样比较含糊的回答 请大家记得 在职场中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得到一个特别含糊的 不清楚的回答 如果你已经提前做好了计划 那么就要学会用 预计这个词 我预计什么什么 我预计明天下午两点发给你 客户问你 您公司什么时候发货 你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发货的计划 我们预计明天下午两点发货 经理问你 你觉得下个月的销售怎么样 如果你已经提前做好了计划和推测 你可以说 我预计下个月的销售额会增长百分之五 假设客户给你打电话 他问你下周什么时间有空 能不能约个时间见面谈一下合同的事情 你当然可以说 请稍等 让我看一下我下周的时间安排 或者我看一下我下周的工作安排 但也有可能你会听到有人用到日程这个词 请大家注意日程和行程这两个词 它们是进一词 只差一个字 行程有一个行字 它强调的是包括出行部分的安排 请大家对比这两封客户的邮件 第一个客户说 你好张经理 这是我的行程安排 那么在这封邮件里肯定包括他出发的时间 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什么时间到达 以及这一天要完成哪些事情 而第二个客户发给你的邮件 是一个长达两天的会议日程安排 大多数会议可能两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但是有些非常正式的会议 可能要开两天的时间 比如在这封邮件里 会议的日程安排包括两天 10月1日和10月2日 10月1日的会议制程 第一个部分是开幕式 开幕式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仪式 有可能会邀请非常重要的人讲话 有可能你会看到有人需要剪彩 有热气球 总之场面非常的隆重 正式的宣布什么活动开始了 第二部分呢 是邀请业界的专家讲话 第三部分 到了中午大家要进行午餐 到下午呢 是专家讨论 这是10月1日当天的会议日程安排 到了第二天 会议的日程安排 还是先做什么 然后做什么 最后做什么 你会发现这些日程安排里 不包含出行的部分 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 什么时候要用到日程这个词 如果我的家人给我打电话 问我下周什么时间有空 我肯定不会用日程这个词 因为他听上去太正式了 太有距离感了 如果客户问我呢 如果我的工作是普通的小职员 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 我也不会用到日程这个词 除非我的工作是管理层工作 又或者我要帮我的老板回复我的客户 我才会用日程这个词 说明日程强调的是某个人的工作 一般在每天都有固定的安排 不可以随意的改动 那么通常这种工作都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做管理层的工作 经理又或者是老板 如果你现在的职位是经理级别的 你就可以跟客户说 不好意思 我下周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满了 又或者你要帮你的老板回答客户 不好意思 我老板下周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满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曾经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工作过 你会发现在职场中 不同文化的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今天的课程里 你将学习在中文的职场中最实用的七句职场客气话 我们来看第一句 你辛苦了 当某个同事或者你合作的对象 帮你完成了什么工作 除了说谢谢以外 你还要在谢谢的后面加上 辛苦了 你可以说 谢谢你辛苦了 或者谢谢您辛苦了 又或者谢谢辛苦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职场客气话 没事我不急 在工作中 你可能会要求别人按时完成什么任务 比如按时写一个报告交给你 或者按时做一个什么工作 然后交给你 可是到了这个时间 对方却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我还没做完 可是你又不想表现的特别着急或者特别催促没有耐心 这时你就可以说 这时你就可以说没事我不急你也可以说没事我不急你慢慢来但如果你真的很着急对方就跟你说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所以我没完成真的非常抱歉 这时你就可以说 这时你就可以说好的我理解的但是我这边真的很急请您务必明天交给我这件事就拜托您了 务必做什么就是指请你一定要做什么 拜托你 就是我请你我真的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了 拜托你 第三句职场客气话 我们之后再沟通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要给客户同事打电话 在电话里我们会解决各种各样的工作问题 可是通完了这个电话 接下来你还会见到这个人 你们还会聊工作上的事情 那么你在挂电话之前除了说再见以外还可以加上这句我们之后再沟通 好的好的我们之后再沟通 再见 第五句职场客气话 让你专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如果你约了某个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到你办公室或者到某个地方跟你见面 那么你见到他之后你就可以说 让你专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让你专门跑一趟 就是说让你为了这件事情而跑来见我 我对此非常抱歉给你带来了麻烦 我们再来一遍 让你专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如果是两个人或者更多人呢 让你们专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如果你想再礼貌一点 让您专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第六句职场客气话 为了让项目顺利推进 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说实话要完成一个项目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投入很多时间很多精力 有的人要加班甚至熬夜 可不管怎么样 这个项目终于完成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感谢那些付出努力的人 我们会说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了 如果你听到有人对你这么说 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了 你可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 没关系都是为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都是为了项目顺利推进 就是指都是为了让项目顺利的进行 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第七句职场客气话 这怎么好意思呢 有时候你可能会收到同事的礼物 客户送给你的礼物 或者合作伙伴送给你的礼物 当你收到礼物之后 除了说谢谢以外 你还可以说一句客气话 这怎么好意思呢 其实就是指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相信学会今天的这七句职场客气话 一定会让你的中国同事 中国客户 觉得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地道 这么流利 推销 推广 和宣传 这三个词 有什么区别 应该怎么使用 我们首先来看推销这个词 假设你想买一部手机 于是你去了一家手机店 这里的销售人员 会拿来各种品牌的手机 向你对比他们的功能 还有价格 而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 他们在推销手机 他们在向谁推销手机 他们在向你推销手机 向某个人 推销一个产品 就是指鼓励他 劝说他买这个产品的过程 其实除了在商店里面推销 推销产品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有一些销售人员会打电话给客户问 您是否想购买某个保险 又或者您是否需要购买某个理财产品 打电话 推销产品的过程就叫做电话推销 除此之外 有的销售人员还会到你家去 敲你家的门 劝说你购买某个产品 这种方式我们叫上门推销 那做这些推销工作的人呢 叫做推销员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选择网上购物 在商店里面对面试的推销 或者打电话推销 上门推销 这些传统的销售方式 正在慢慢的退出市场 那么商家会采用什么方式销售产品 什么方式做广告呢 这就会用到推广这个词 请大家想象一下 假设你正在经营一家网上服装店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经营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说 我正在经营一家服装店 就是指 我是这家服装店的老板 我是开服装店的 但是呢 有一个更好听的说法是 我正在经营一家服装店 好了 情景是 你正在经营一家网上服装店 你有一个网店 可是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服装店呢 你需要做广告对吗 那有什么方式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在网上发广告 对不对 所以你会希望 在YouTube Facebook 或者像TikTok上面 做推广 做推广的意思 就是指做广告 让更多的人 知道你的服装店 知道你的品牌 所以你经常会听到 这样的句型 我们需要在 什么什么上 做推广 这里的什么什么 指的是平台 比如 我们需要在 Facebook上 做推广 我们需要在 YouTube上 做推广 就是指 需要在这些 社交媒体上 做广告的意思 当然除了在 社交媒体上 做推广以外 还有其他的 推广方式 比如 邮件推广 已收到的来自 各个品牌的邮件 那些邮件 都是 推广邮件 它的目的 除了卖产品以外 当然还要 宣传 他们的品牌 哦 第三个词出现了 宣传 是什么意思呢 宣传的意思 就是指 把信息 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 知道 某个产品 或者某个品牌 有的朋友 可能会说 那 宣传 不就是推广的意思吗 不就是 做广告的意思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请注意 他们的意思 虽然非常激进 但是使用的频率 使用的习惯 是不一样的 宣传这个词 没有推广 那么常用 我们经常会听到 有人说 我们需要举行一个 宣传活动 什么样的活动 算宣传活动呢 我们再回到 刚才的例子 假设 我正在经营一家 网上服装店 我想举行一个 宣传活动 什么样的宣传活动呢 我希望邀请明星 来帮我代言 我希望这个明星 穿上我们品牌的服装 那在哪里举行 这个宣传活动呢 我希望在商场 举行宣传活动 人越多越好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经常会说 在什么什么地方 举行宣传活动 所以这个宣传活动 一般需要一个地点 第二 宣传活动 是在推销产品吗 告诉大家 快来买我们的衣服吧 并没有那么的直接 宣传活动 可能是 用间接的方式 传播信息 传播我们的品牌 在课程的最后 我来帮大家 做一个快速的总结 假设 你去一家服装店 一家手机店 或者超市 有人走过来 劝说你 应该买某个产品 那么他在向你推销产品 有哪些推销的方式呢 比如电话推销 还有上门推销 当然还有面对面的推销方式 用推销的方式 销售产品的人 我们称为推销员 如果你需要为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品牌 在网上打广告 那么你就可以说 我们需要在 什么什么平台上 做推广 当然 除了在平台上 做推广以外 还有一种推广方式 叫做 邮件推广 如果想经营好一家公司 销售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面对面的推销产品 在社交媒体上 做好推广以外 还要举行各种各样的 宣传活动 比如 在商场 或者酒店 邀请明星 来做宣传活动 感谢观看 周族的发明 是要当手 有签讯成活动 与预定 有签讯成活动 有签讯成活动 Whereas 我们有一日的人 有签讯成活动